迦南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今天带这么多人来找我有事吗 我先跟你道个歉 我妈之前说的那些话都不是有心的 我这次来就想跟你重新谈一下结婚的事 比如我俩在一起个五年 之前你妈对我能老是不满意 嫌我不是本地的 是我父母没有文化 这你让我怎么忘 咱俩已经分手一年多了 你现在跟我说这事合适吗 我知道这事是有点突然 但是我都二十七了也该结婚了 那你凭什么让我给你兜底啊 你和你相亲对象黄了回来找我 当初咱俩分手的时候 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爸妈在饭桌上那么熟络我 你在旁边有替我说过一句话吗 我没有啊 而且我这次来了 不也说明我爸妈接受你了吗 这不是件好事吗 是 方言言前可能是好事 当然现在已经和我没有关系了 行 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他家里的那副嘴脸 可能他还在受我爸妈气吧 他爸妈让我每个节日都给他家送礼 说是什么当地习俗 这个我接受 但他妈每次都各种挑剔 没一句好话 说什么这个东西我们家都不吃的 这酒太便宜 我们家没有人喝 这衣服一看就不是名牌的 因为我们家对生活要求品质比较高 所以他送的那些东西 我家就是不喜欢啊 三千多块钱一件大一便宜吗 我想给我父母买一件贵的保暖内衣 他轻描淡写给我来一句 不用买那么贵的吧 说要三千买房 他什么意思呀 我父母只会穿便宜的是吗 他父母不能总惦记我们俩这样钱吧 那衣服随便买一个穿不就行了吗 买房的时候 他爸妈看的都是高档楼盘 我说我家里边负担木企 他家就对我跟我爸妈破口大骂 什么难听的话都说了 我承认当时是我爸妈冲动了 那他们说的也对呀 那钱不够就去借点啊 骂我可以 但骂我爸妈算怎么回事啊 就算那样他都低着头一句话不说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分开了 他不认为我家里的要求就分手了 五年的感情 说放弃就放弃了 现在想他也挺过分的 可以有吧 不用了 我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 不是你说什么呢 他来了 你们聊完了吗 跟你分手以后 我在爱聊上预言了他 上面可以匹配到 一个有夫妻像的女生 他主动找我聊天 陪伴我 理解我 那我以后可不让你玩儿聊了呀 不用加好友就能聊天 还都是长腿小姐姐主动找你聊天 你万一变心了怎么办呀 那我呢 那我怎么办啊 对你来说 爱情在物质面前算什么呀 当初给你买包包买化妆品 给你父母买名牌大衣买保健品 但你不还是拿我当那个 一无是出任意无主的穷小子吗 算了 现在已经分手一年多了 以后没有必要再见面了 该结束了 我现在很幸福 我们走吧